下會的 林黛哥他下會拜我為師的 你以為沒有啊 我有叫你師父嗎 我有叫你一聲師父嗎 你沒有嗎 你林黛我叫你戴著你的人 都沒有叫師父嗎 我今年跟你見面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你講過 沒關係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你這個樣子沒辦法 老師 你的心性沒辦法提升了 沒關係 好不好 那就你這樣認為 你認為說我心性不足 我怎麼樣 我今天就請問你 好 如果假設我按照你說的 我這麼愛八卦 我這麼愛怎麼樣 好 你說的都對 OK 我第一次去到你家 你女兒見到我 然後就說媽媽這個人很愛八卦 很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就請問你 你這麼會看人 你女兒這麼會看人 那請問你 既然知道我這麼愛八卦 既然知道我那麼愛 兩舌 請問你為什麼要繼續讓我天天去你家 住在你家八個月 你告訴我 因為你不是住在我家八個月 不是住喔 聽好啦 我以德抱怨這個功課 我以德抱怨這個功課 我家都不回了 我以德抱怨的功課 我爸都以為我沒家了 我是不是在教你功課 我也跟你說過了 你要準備好 進入了我的家門 對 我隨時臨起來 如果訓斥你 你不要在意 我是不是有講過你 我是不是有跟Mozo講說 謝謝你這八個月有教我很多東西 我並沒有否認說你教我很多東西喔 我也跟你說過了 教你的不能亂用 你不要三不五十 我今天有亂用嗎 你聽好啦 我今天有亂用嗎 而且跟你說過了 你看你叫人家去念地上經 要念兩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遍 才能掉亡魂 誰教你的 我可沒教你這個啊 你為什麼亂寫呢 蛤 笑死人了 要掉亡魂是要有權限 請兵杖下去 還要三魂合一掉到 合一才要修復 才能講的話 你說的都對 叫人家去念兩萬八千 不經文 你說的都對 開玩笑啊 然後人家袁崇峰說要修復 你跟人家說 請你布施兩萬八千塊 如果人家一個月只有賺三萬塊 你叫人家布施兩萬八千塊 還要三天修復 誰教你的 我沒教你這個呀 你會被人家笑死的 我教你少說一點 少說一點是錯嗎 不好意思喔 我從頭到尾 我沒有說你是我的老師喔 我都問你好 我從頭到尾 我沒有說你是我的老師 定是在直言你 不要再亂寫了 不要讓人家再亂寫了 不是嗎 對不起 我有我的言論自由 我有我寫東西的自由 好嗎 好 言論自由 但是不意味著你可以亂寫啊 你去問所有的辦事人員 什麼叫亂寫 憑什麼 沒有人說 憑什麼你認為我亂寫 憑什麼你認為我亂寫 憑上經 可以去讓亂寫 請問你我教人家念經又怎麼了 我教人家念經不行嗎 沒有這種事啊 教人家念經不對嗎 你可以教人家念經 那我收他錢了嗎 重點是我收他錢了嗎 不是 重點收他錢 是你不了解整個流程 而亂寫說 你要教你兒子亂寫 你必須跟我念28666塊 誰念的出來啊 你都念不出來 你還叫人家念 笑死人了 哇那你以前叫人家 你以前叫人家念幾萬佈經耶 幾十萬佈經耶 那怎麼說 我只跟他講 如果按照你所有閱歷 是需要念那麼多的 但是你肯定念不出來 你就慢慢念吧 你這樣講不對嗎 我說一次 你掉王魂要用這麼多 這不對嗎 不對 請問為什麼你所有的都對 別人說的都不對 掉王魂不需要念經文 是需要有權限 好嗎 好啦好啦 天啊知道 就是你有權限好不好 全世界就你有權限 你有權好不好 你要掉王魂的時間 先從家裡人做起 對不對 先掉 你連這個實驗你都沒做過 我的天啊 隨便你好不好 就你最厲害 你最偉大好不好 什麼都你有權限掉 你都OK 我我已經講過 我無名小竹可以嗎 我講說人家 大王魂要念多少萬佈經 你如果 我有說我要幫他掉嗎 我有說我要幫他掉嗎 你就掉不到嗎 我有說 你去念了經我幫你掉嗎 你直接就跟他講 你直接就跟他講就好了 你說不好意思 我對掉王魂這個區塊 是不懂的 結果呢 你硬要叫人家念28665經文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你是什麼觀念啊 誰教你的啊 他要不要念是他的自由嘛 我就問你嘛 誰教你的嘛 你通靈通道道 奇怪了 我不能 我不能有我的自由意識講哦 所以你靈通就是錯誤的嘛 你不是說我亂靈嗎 你不是說我亂靈嗎 那好啊 那就當我亂靈啊 奇怪了 那你亂靈就不要去 不要去亂指點啊 叫人家 原成功修復叫人家追個28000塊 怎麼可能啊 不是這樣的 你要嘛就有能力幫人家修復好 叫他再去念經文是可以的 這個流程是這樣倒過來玩的嗎 你倒好的 叫他去煎28000塊 你最偉大好不好 就是OK 你宇宙之母 你最偉大 我沒有教過你這樣 那釣王盆要處理什麼 全部往你那邊送 我會請他們說 我沒有能力 好嗎 請找花長盤 他有權利 他都去那邊 好不好 我都沒教過你這些 你到底哪來 亂通靈通靈道的這些 你就告訴我吧 你不是說我亂靈嗎 你不是說我亂靈嗎 那你就不要指點人家了 好吧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那這個 這個跟你也沒有關係了吧 那你就是要玩別人嘛 亂通靈 那不是嘛 那重點是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我有講說花長盤是我師父嗎 我今天有講這句話嗎 我對外如果講了這句話 那我亂指點別人 人家來怪我 人家說你亂講話 你這樣侮辱你師父 重點是我有講說 花長盤是我師父嗎 你不用講 好吧 抖音這一年以來 那你不覺得你很奇怪嗎 你一直盯著我不放是幹嘛呢 你為啥 你到底為什麼要一直盯著我不放 我就很不懂啊 我就是在告知你亂靈慶 我又沒有能力對不對 在你眼中我就是低靈格 我就是低靈格 低靈格 你到底為什麼要你一直盯著我 因為你胡說八道啊 不要管我有沒有唸你那麼會通靈 你怎麼都不知道通不到我唸什麼經呢 我今天就請問你 我每天一到學校就唸什麼經 你通靈怎麼通不到呢 你不要到學校去唸 你跪著唸 老老實實在家裡唸 你管我在哪裡唸 奇怪了耶 我覺得你真的 你住海邊喔 我教你的是跪在家裡唸 我沒教你坐在學校唸 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幾點要尿尿 要大便都要跟你報告啊 我的天啊 你真的很可怕 你的控制欲 麻煩用在你的男人身上 好吧 OK 我不是你的男人 你不要一直來控制我好嗎 我沒有要控制你喔 你先講好了 我真的覺得你很奇怪耶 我教你的你要如法喔 我在哪裡唸 關你什麼事啊 真的很奇怪耶 你要如法唸經文 你如果跟我唸經文也是 我如法你通靈 你通靈可以 你通靈可以去通啊 你為什麼 你 你這麼會通靈 你怎麼不知道 如果我唸的有沒有如法呢 我就覺得很好笑 你如果現在有在唸經文 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子 哪條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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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條鈴冒充哪條鈴 你都不知道 唉 直播主有看到我的LINE嗎 對啊 不是上來嗎 我真的覺得 你比我爸媽還可怕 我現在只跟他講話 我沒有跟你講話 你跟我現在只... 你層次很高啊 你層次很高啊 我沒有 不好意思 我沒有跟你講話 我沒有 你連六二造假資料 你都趕他來用了 你的層次在哪裡啊 我靠 你亂寫的那些文章 你亂寫的那些文章都可以造假啦 六二的文章拿過來又怎麼樣呢 不是嗎 同樣的道理還給你而已 又怎麼關係 我也不介意 你也不介意 不是嗎 這樣就好 該怎麼討 各自的共修靈該怎麼討 自己心裡清楚就好 講什麼靈啊 整天在那邊靈的靈的靈的 好像人都不用過生活 整天在那邊靈來靈去的 是不是口不懂有什麼毛病 從靈講到人 然後人讓他控制我 說我要跪念 我要怎樣怎樣 我不可以在學校念 我要怎樣怎樣 你乾脆叫我住在學校好了 好不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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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上面寫的喔 今天人家又截圖的喔 什麼他跟我搞在一起二十六四 你要不要算算清楚啊 本靈跟本靈在一起只有兩截 我什麼時候跟你搞在一起 二十六四 你到底通到哪裡去了 不是說我亂靈嗎 你不是說我亂靈嗎 你不是說我亂靈嗎 沒有 我就跟我講嗎 很奇怪 你不是說我亂靈嗎 好 既然你都知道我亂靈 那你就知道 那你就會認為說 我講的話都是胡說八道嘛 那既然我是胡說八道 你何必那麼在意呢 我今天就問你 既然我亂靈 既然你認聞我亂靈我 那既然是亂靈 你為什麼要那麼在意呢 我今天就問你嘛 我是覺得好笑 一個亂靈那個狀態亂直點 好笑你就一笑自知就好啦 你可以一笑自知 你為什麼又要PO文呢 你PO文發文 然後整個版面全都是在罵人 你罵的有三分之二都是我 我真的人生中 第一次輝煌被人家 盯上的時刻就是認識你 真的我從來沒有這麼紅過 你知道嗎 雖然是負面的 我也把它當作是一種稱讚 不好嗎 蠻好的啊 謝謝你喔 提升你的心心 謝謝你啊 提升你的心心 也沒有不好 如果你能夠了解到 什麼叫心口不易啊 表裡不易 你就能提升了 如果你還是沒了解到 那就又擺交了 好吧 我跟你講那也是我的事啦 好不好跟你也沒有多大關係 您呢就好好的過好你的生活 愛情甜甜蜜蜜 事業順順利利 財源廣盡 身體健康 這樣可以了吧 對象你不是寫的嗎 怎麼還不去死一死 不好意思 你不要再講了 反正之後就是你過你的 你怎麼一天到晚都想要人家去死一死呢 是不是 真的不好意思喔 這個還不是還真還不是我說的 我都還沒有那麼想到那麼 那我要結束再出來嗎 想到那麼的那方面去 你下午 下午在聊天室講的 打字寫的 啊 我要不要結束結束 來給你看看 要不需要好不好 我自己打什麼 我自己知道 好嗎 一直叫人家去死一死 死一死 是吧 也在上面講嗎 你那天不是也在跟人家吵架嗎 跟那個什麼大王總是吵架 你也叫人家說你去死死好啊 對 你不是也這樣子講嗎 怎麼你可以講別人就不可以講 是吧 好奇怪喔 真的喔 好奇怪喔 你要傳那個錄影 我也有錄影啊 人家也有錄影啊 你就直接 對著人家道長 看著人家道長直播 叫人家說 你去死死好啊 你不是也這樣講嗎 然後咧 然後那怎麼你說 你就可以說 別人就不能說啊 那你只許週關點燈 不許百姓放那個放火啊 好奇怪喔 有事喔 來 那這筆帳我們就好好栓一栓 你那邊幾位 我這邊幾位 好好栓一栓 好吧 你在跟你扯鈴的事啊 我今天就人在跟你講話 我現在是人的意思在跟你講話 你人的意思只有兩成 沒有要跟你在那邊吵啦 你連的意思上來八成啦 好吧 我沒有要在那邊跟你吵啦 別人看不懂我們看得懂 我現在就跟你講 我現在就已經在告訴你了 請你過好你自己的生活 我過得挺好的 你不要在那邊直播的時候 你直播你就好好直播 你直播要是你的工作 你要賺錢 你不要一直在那邊盯著別人看 不好意思啊 我還有防守可以收 我也不是什麼能力很多的人 我不是你 然後直著你在那邊盯著我看 可以吧 我沒有盯著你看 是其他世界盯著你看 人家接給我笑一笑 沒辣 就這樣而已啊 有什麼關係 吳美玲不好意思喔 我們的聊天室就是這樣子 管理員會自動封鎖的 他們都會有貼的 好吧 對什麼玲都是動物玲啦 母娘也是動物玲啦 好吧 九天玄女也是動物玲 弟母娘娘先生也是動物玲 我要先下去了 好吧 你們繼續聊吧 我要去忙了 拜拜 等一下就散掉了啦 好不好 應該 我們有結論了嘛 好 花絲姐 結論啦 結論就是大家你看 花絲姐 對啊 結論就是這樣子啊 看到了吧 就是愛與和平可以嗎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師父沒有 我沒有師父 就像他講的啊 林跟林的問題就林跟林來解決 林如果控制不了啊 那就別怪我 我上了播也是林講話 我又不是人講話 不是嗎 他上了播他也是林講話 你以為真的是人講話啊 其實我滿喜歡 對的 我也是最近認識格格啊 我也是最近才認識格格嘛 因為我覺得他 你對他很多靈都有 都很有興趣不是嗎 我就跟你解釋了 都是地界靈 這條靈那條靈那條靈 他身上有16條地界靈 可是 對對對 好 花絲姐你每次都這樣 我在 我在想辦法研究證明他 他 我不管他是什麼靈 我只要 譬如說我要證明 在現實的世界裡 譬如說他可以時空穿越 他可以讓我玩到什麼境界 這樣就好啦 我管他要什麼靈呢 對 對 你是不管這個的 但是對我們靈修者來講 是不可以這樣玩的 如果這樣玩得多好 就是靈 違反靈界的規矩 你所謂的穿越時空 對我們來講就是穿越界跟界之間的 靈界之門 這樣懂了嗎 OK 可是我們 我們雖然互不侵犯對不對 那是你的認知 你讓Niko上來講一下 你不要 不要 他 你讓他上來講一下 他每次都 他都控制不了自己 不會 我相信他能夠控制好 Niko你讓他上來一下 如果他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對啊,你讓他再上來一下嘛 不是,你每次都這樣 你這樣叫做唯恐天下 不亂 不會,你讓他五分鐘 等他五分鐘時間 他是要上來罵哥哥的 不會見的 不見的 那哥哥走掉了 你這樣 你就把他拉上來嗎 嗨 對啊,人家想要女生十六歲 對,我們都可以當人家媽媽了好嗎 你們好 你 Niko 你 你不是 不再罵誰了嗎 我沒有 我問一下 你為什麼會跟哥哥吵起來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上面開玩笑 然後哥哥好像就以為我是真的在跟他們吵架 然後就要幫如意行者出氣 還是誰 不知道 然後他在下面罵我 然後呢 後面呢 他上麥嘛 他不上來 這是什麼 他就申請訪客上來 上來之後 我就說那你要幹嘛 你昨天不是都有在聽嗎 你也知道我們在幹嘛 你知道我們在聊天啊 然後呢 後面他就說 你為什麼要突然提到我 你為什麼要突然提到我 他就開始發飆了 他在那 然後他就開始 然後我就講英文嘛 因為這如意行者跟我講英文 因為我的中文就是講的沒有很輪轉 就是沒有辦法順順的 然後這個如意行者就跟我講英文 因為他跟我 他知道他用英文跟我講話 比較可以對到 比較可以 就是跟我對到頻率 然後 他就跟我講英文 然後我就也回他英文 然後呢 後面的那個格格 什麼金格格喔 然後他就開始發飆 他就說 你這個Bitch 你以為你講英文很厲害嗎 You're asshole You're bitch 然後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 詛咒 不是他就開始罵我 他就開始罵我 然後罵我之後他就開始 我是老猴子 你是小猴子 他真的有說啊 他就是對我說的啊 他對我說說 他是老猴子 我是小猴子 他一直罵我 一直罵我 然後罵一罵呢 這個湊翔翔 可能只要英雄救美 然後開始講了兩句 這兩天一開始就在講 我在逃拍 然後後面呢 這個軍師命理塔羅 因為昨天他們呢 讓我解讀他 其實我根本就不會解讀 其實我看到這個 軍師命理塔羅 就覺得他是一個很了然的人 所以我就隨便說了幾句 然後呢他就惱羞了 然後今天看到人家在跟我吵架 然後他就進來加入戰局了 就這樣就沒了 他們現在都是以掛的啊 你跟他們吵是吵不過的啦 沒理理啦 他們吵不過 他們都沒有腦袋啊 我不覺得他們是什麼 很聰明很厲害的人物耶 我覺得他們說話沒有涵量 沒有涵養 也沒有什麼說 就是也沒有什麼詞彙啊 他們說出來的話 不會讓人想要聽 也不會讓人覺得 能改變什麼 也不會改變我的情緒啊 他們是玩通靈的啦 可是我覺得這軍師命理塔羅 他根本就是神棍耶 因為他聽人家說什麼 他就附和什麼 不管什麼事 人家說什麼 他就是附和什麼 整天裝風賣傻的 哇現在的小女生都 還蠻直接的齁 我只是說實話 因為昨天他一直讓我解讀他 我就說我真的不想解讀你 然後我就說我真的不想 我不想要得罪你 他就說不會啊 不會啊 你說啊 我說了第一句 我就說你是一個自卑的人 他就老羞 他就說沒有啊 我沒有生氣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沒有生氣啊 就這樣啊 他就老羞了 反正沒關係 他們通靈玩他們的 反正呢 如果哥哥是這樣子的表示 是你自己啦 翔翔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在那邊一直裝可憐 不是我在裝可憐 是他說我在裝可憐 他罵我的點是裝可憐 你看吧 我就說這個軍師什麼都不知道 竟然就要講兩句 那個時候是因為倫敦說 他跟我說 欸我今天比較正常啊 我今天講話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激動 我就說因為我剛哭完 本來就沒有那個情緒 沒有辦法那麼激動 沒有辦法那麼興奮啊 然後呢 後面這次我想像就說 喔啊你裝什麼可憐啊 你裝什麼可憐啊 你裝什麼可憐啊 你裝可憐還會幹嘛 然後後面我就跟他講啊 我就說我沒有在裝可憐啊 所以我就說啊 就說他根本就 他就開始講一大堆沒有意義的東西啊 然後後面呢 這個軍師命令塔羅進來就說 那我等一下陪你一起裝可憐 這軍師命令塔羅 你怎麼可以有自己的意思 自己組件啊 啊41歲了 然後還在那邊聽人家說什麼 然後就說什麼 真的很可憐欸 你怎麼知道他41歲啊 他不是五十幾歲啊 有啊 我有說一句話啊 屬於我自己的話啊 就是奧萊亞假扑夠啊 連萊亞都不是 的確啊我中文不好啊 你聽不出來我說話的時候 有時候會卡卡的嗎 有時候我會想不到 用什麼詞會去代替 NICO你好像 你有學到你下面那個的精髓了 你有學到你下面那個的精髓 為什麼我不要去跟人家學精髓呢 你以為每個人都跟你一樣嗎 人家說什麼就聽什麼 人家說什麼就學什麼 你很奇怪欸 為什麼要你自己的主觀想法 去控制他人 去操控他人 還說拿第三名的獎盃 我不在意你的主觀想法 人家我們看都不敢看了 其實你管好你自己 然後控制你自己 而且為什麼我要讓你們看我的臉啊 你們算哪位 如果我讓你們看我的臉 我有好處可以拿嗎 我在說獎盃 你們會對我的位 你們會對我的位 獎盃我不是給你們看了嗎 上面不是也有我學校的名字嗎 而且我有沒有獎盃跟你什麼事啊 我不會讀書 那以後我未來沒有出名 你要養我嗎 那我會讀書 我讀書讀得好 那你要給我獎學金嗎 你很奇怪欸 我發覺 你管了很多你不應該管的東西欸 我們剛剛從頭到尾在講的 討論的主題 完全都沒有講到什麼獎盃讀書讀書 你從頭到尾就直接說 我在裝可憐 我在裝可憐 然後叫我好好去讀書 我就跟你說我會好好讀書啊 我現在年級算是排第三 然後就跟我說給獎盃 然後我給了獎盃之後呢 首先第一點啦 我現在在國外 要買淘寶我也買不到 而且我也沒有必要去買淘寶 買一個獎盃 那跟智障一樣 然後再第二點 首先是這個錯想想講的 然後後面呢 這個軍師命理塔羅 就在那邊急急白白說 我就是在套房買的獎盃 一看就看出來了 看你曬耶 看我們曬是沒有錯了 但是剛才你媽這樣說話的時候 你媽就對你好好做功課了 我就是啊 你跟我說 媽媽 你媽媽你知道我失戀了 你媽說 不重要啊 趕快讀書啊 你媽讓你翻車欸 小妹妹 我回來了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真的很厲害 完全不怕各位叔叔阿姨 反正要標起來大家 我管你的 這樣挺好 為什麼我要怕叔叔阿姨呢 我會怕叔叔阿姨啊 我尊重叔叔阿姨啊 我覺得你思路很清楚 那當然他 我會怕叔叔阿姨 等一下我要糾正 我會怕叔叔阿姨啊 可是那些叔叔阿姨前提是 我覺得他們是有成就的 他們是能夠改變什麼的 我覺得他們是有貢獻的人 我覺得他們能給我一些建議 讓我變得更好 那我會尊重他們啊 我會給他們十分的尊重 他失誤很清楚 而且我覺得 一個人天有交往 然後讓對方戴綠帽子 揚揚得意 你說他失誤很清楚 我就說嘛 你們兩個沒有結拜當母女 真的那媽媽可惜啊 對啊的確我做錯事啊 我之前遇過他 不是遇過他 我之前遇過我前男友 那誰沒做錯事呢 你不要跟我說 你這輩子都沒有出過 做錯事還揚揚得意喔 我沒有揚揚得意啊 我什麼時候揚揚得意 那是因為你跟我說 沒有沒有那時候是因為 你跟我說 你覺得你很厲害啊 唉唷不對啊 你剛剛覺得你很厲害啊 你又不給我講話 你同一句話你要重複幾次啊 那時候是你跟我說 我被拋棄十次 所以我那個獎盃 是我被拋棄十次得來的 首先是你說話沒有道理 然後再來第二點呢 首先我跟你說 我被拋棄兩次 第一次是因為我做錯事 所以他拋棄我 然後再來第二次呢 這一次是因為我們兩個吵架 我說的沒有錯吧 我記得你說的他媽的每一句話 我是有腦袋的人 我不會隨便亂裝好不好 我不是你好嗎 邱翔翔你說的每一句話 我都有聽進去 我都在吸收你說的每一句話 所以我們可能對你說的每一句話 你幹嘛要嘴呢 邱翔翔你也四十歲的人了 不是嗎 他自己講清楚啊 而且他一直說 他一直說我現在十六歲 為了男朋友哭 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難道我應該要為 我應該是四十幾歲的時候 為了男朋友哭嗎 我覺得我現在十六歲 我覺得我有這個權力 我有這個資格 我可以哭啊 因為我還年輕啊 那我沒有跟你們分享我哭啊 我沒有跟你分享我哭啊 那我就跟他說啊對不對 我也沒有在跟你說話啊 對不對 莫名其妙 你耳朵關不起來 那你手機的音樂關起來嗎 欸 怎麼會是 是人家問我耶 人家問我 那我回答了 怎麼會是我在裝可憐呢 你也是一個很喜歡表現的人 臭翔翔 而且你四十幾歲了 沒有成就 只能活在網路上 這樣很開心 讓你很有優越感嗎 你怎麼知道他四十幾歲 我不管他是不是四十幾歲 就算他不是二十幾歲 他已經二十五歲以上了 好不好 他現在待在這邊 他就是一個他媽沒有成就的人 他就是一個很廢人 我剛剛有講啦 我剛剛有講啦 想像已經四十歲了 確實他四十歲了 不是嗎 對啊 你們說的每一句話 我都有在聽啊 他已經四十歲了 沒錯啊 那四十歲那的確啊 那你把自己的四十歲 活成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你很可憐耶 那是四十幾歲是不是啊 那你幹嘛要去管一下小女生的感情的事呢 沒有啊 他自己先上來講的啊 不是我先上來講 是人家邀請我的 他們說什麼 NICO NICO NICO來了 請邀請他 我跟你說嘛 你從頭到尾剛剛都沒有在聽嗎 你這些人都喜歡頓章群義嘛 自己一半然後就要教學人家嘛 我被拋棄我失戀了啊 在那邊怎麼講啊 我沒有說我被拋棄我被失戀的 我沒有這樣講啊 你是說我被拋棄十次 我沒被拋棄十次得到的 我說我沒有被拋棄十次 我說我被拋棄十次 我說我被拋棄兩次 如果可以的話 話給我們導正回來 我們剛剛我開始問 你的粉絲都有在側錄嗎 如果可以的話 他們有在側錄 從頭的話 那可不可以請他們傳給湊翔翔 他就會有邏輯一點 他就可以知道 我們剛剛在討論的是什麼了 因為我覺得他現在有點亂裝 你知道嗎 時間線錯亂了 好你繼續 沒有我剛剛只是請 請NICO上來問一下 他跟金哥哥是在討什麼 然後他就在同步說 確實他要證明 金哥哥當初說話 不是人講話 一下子罵他Bitch 對吧 一下子罵他什麼什麼什麼 髒話罵了一大堆 然後又切換到是什麼 老猴子小猴子 你看那是不是人格出問題了 你人罵人家Bitch的 這猴子要講英文說Bitch嗎 那是不是他人控制不住這些零了呢 沒錯吧 我沒說錯吧 你人罵人家Bitch Shole 都是英文喔 難道你的猴靈會講Bitch嗎 Shole OK 所以就是人控制不住零 不是嗎 我沒做錯吧 他控制不住零嘛 所以你們如果通零問詩 好了要讓金哥哥亂問詩 他亂完他的零亂完人的話 那你們就玩吧 我們也覺得笑笑就好了 沒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的人的意思 有辦法去控制他的零嗎 老賴我沒說錯吧 人罵英文的 結果推給猴子了 猴子罵的 對不對 喔他是猴子罵的 什麼意思 他是 他有一派 不是啊 不是 因為他會講零語 因為他會講零語 你看 來 Niko 我跟你解釋吧 Niko這個你就不知道了 來 我跟你解釋一下 你講一講 你講 他是靈修的 那他身上有靈體 那這些靈體 就是地界的討在靈啊 共修靈啊那些 所以他會切換到說 你每次都這樣 這老猴子在講話 小孩子 小猴子出來講話 我是小猴子 我是小猴子 那你人罵人家 Shole跟Bitch的時候 是你的人啊 不是你的靈啊 那你的靈又不會去講英文的嘛 所以是控制不住靈啊 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君子是一個很沒有自尊心的人 他好可憐 有必要這樣子裝瘋賣傻 然後當小丑 划重虛寵耶 好可憐的一個人 說這樣子是有在靈修 誰會相信啊 他不是靈修者 又死人的臉了 他是自己通靈的 他是自己通靈的 又臉死了 是嗎 不能不要做人身攻擊 我沒有辦法對他 不要做人身攻擊啊 你看 因為他剛剛你們在說話的時候 他在下面就一直打字 對我人身攻擊啦 這到底是也對的 他攻擊他 他就攻擊他嘛 這沒關係的嘛 對不對 林口 你應該沒有去過花師姐的台吧 有啊 我去過很多次啊 非常多次了 那你不覺得他的台 都是在製造仇恨嗎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覺得這些不關我的事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製造仇恨啊 我只有看過人在那邊打嗝 然後晃來晃去的 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可是 我不知道他們平常在幹嘛啦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在製造仇恨 因為我沒有很深入的了解過他們在幹嘛 Eric 你不要再說製造仇恨了 你的那個魔界長老 是吧 冒充道德天尊的那條靈 還有跟我要六十二股的那條靈 還有一條靈打死不講話 還有一條是蛇靈嘛 對不對 對 光是四條靈 你一定把你搞得亂七八糟了 好嗎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 你怎麼那麼了解我 你怎麼那麼了解 我說過的話 你每一句話都記得一清二楚 來來來轉團轉團 去我那邊吵 來來來去我那邊吵啦 就這樣子啦 離開啦 對去我那邊吵 真的 立刻來這邊 好OK 我來了 他會過去 我要去... 等一下 好 好 不如大家去他的柴啦 他們去他們那個柴啦 沒有啦 他把那個柴林的... 他的地盤我不去的 那邊吵七八糟 那張西西我不去的 真的三八糟 那個... 那個... 那個等一下換導演開啦 換導演開啦 我都還沒洗澡 我本來沒有洗澡 你再... 我怎麼大概給我二十分鐘 好... 我先開 我先去開 我先去開 我先去開你們過來 然後等... 那有意義嗎 洗好澡再過來 好 啊... 主播間願意的事業蒸蒸日上 才原滾過而來 生活絢爛多彩 家庭幸福美滿 沙姆大哥還插一顆小心筋才能評測 我們是一顆小心筋參與 三個玫瑰參與測評哦 祝您發財走紅利 下一個生日 1997年9月18日 新進來的朋友發發生日日期 關注下主播 主播給大家測量生日評分 願你的事業蒸蒸日上 才原滾過而來 下一個生日 因此 快樂 大人 挺有限的 你 好 快樂 唉 快樂 嗨 乖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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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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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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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